有考慮要拍平民攻略嗎? 雖然我已經打過去了 但很不穩 代理又常常出錯 又沒有牧師 原來是玩小怪啊 我還以為是玩大包伯的 大�%%&%%&%&% 傷心啦 沒有問題好不好各位 接受挑戰好不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 Theresa 是你被遊戲耽誤的保險業務員 感謝大家在上一部迫害主 玩GT6的影片中熱情回覆 沒想到這麼非主流的打法 也可以讓大家這麼High 真的令人很欣慰 所以今天就讓 Theresa 實現對上面兩位大大的承諾 來拍一個迫害打包伯的影片吧 影片開始前 如果你還沒有訂閱薩克的頻道的話 趕快按下訂閱和小鈴鐺 這樣才不會錯過任何一部薩克精心製作 又好玩有趣的工業影片唷 感謝大家的支持 有見於許多人跟薩克反映說 沒有牧師也沒有小火龍 然後想要看一個更平民的打法 沒有問題 今天薩克就教大家一個好玩 而且也不太會翻車的打法 以下是我使用的隊伍 滿滿的緩速腳好不好 既然大包勃都三過家門而不入了 那我們乾脆就讓他連走都走不了 這邊跟大家說一下 其實緩速腳和狙擊一起搭配 對幽靈這類的敵人會有非常強的功效 某種程度上我覺得緩速腳其實比位移腳更迫害 這邊我放了一隻很特別的角色 初雪非常的冷門 但其實他給對手上debuff能力很強力 除了天賦讓敵人血量低於40%時會被額外增傷萬 二號技能還會扣敵人大量的物防和魔抗 大隻一點的敵人變小兵 小兵瞬間變裸體 這麼厲害的小姐姐推薦給各位一下 本關我們不打地面戰 所以先鋒放兩隻自動回廢來慘費用 跟擋狗狗就好了 後面我們會把石鐵獸給換上去敲 到最後rush起來的奴公手和幽靈 如果你沒有那麼多緩速腳或是初雪 那建議至少帶上紫蘭 然後其他改成單體把式或群法 真要說本陣容不可取代的 就是兩位狙擊還有範圍狙擊 空暴人人都有好不好 建議精一 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開場我們先把傑西卡放在右上高台 射死右邊的母光手 射死後馬上補自動回廢先鋒來擋狗 同理左邊的母光手也順便一起處理掉 好的 接下來我們要下第一隻輔助腳了 建議攻擊位置要朝上 才可以把攻擊範圍嘴大化 接下來就慢慢欣賞幽靈如何被緩成智障吧 記得左邊也要補一隻自動回廢先鋒 目的不是要他擋人 而是要他慘廢 差不多我們要補範圍狙擊了 記得要放在這個位置才能打到最多的人 你的目的是為了殺死大包勃旁邊的兩隻奴攻手 因為他們會跟著大包勃一起移動 會給你的高台製造莫大的壓力 OK 時候差不多啦 讓大家見識一下我們的初學姊姊有多OP吧 大家看到沒有 這攻擊範圍超級大 而且還是法傷 有沒有看到降低範圍內所有敵人的防禦力 40%還有23%的法術抗性 我才點到4級而已 真的是超強的debuff喔 擺好初學小姐姐後 接下來就看你的高台怎麼虐待這些狗狗和幽靈了 基本上是完全摸不到防線的喔 大包勃開始移動後 我們就可以把慘廢的R分撤退掉了 R分在這關根本站到爽缺啊 之後我們把紫蘭阿姨 啊不對不對是紫蘭大姐姐放在這裡 這邊我要再推一次史杜華德 第一個他用起來真的很無腦 而且傷害非常痛 再來他可以在後面狗狗幽靈一起來的情況下 他也能穩穩瞄準大包勃 而不會被小怪吸掉注意 真的很好用 面對史杜華德的去去武器走 大家可以看到大包勃的血量正急速下降中 所以我說這是死咒吧 那因為放了紫蘭 所以我們可以讓大包勃再多挨幾下死都地魔的死咒 大包勃大概走到這裡時我們就可以把空爆換掉了 換成第三隻緩速角 傑哥不要傑哥 記得位置要朝下 才可以等大包勃走第二輪式打到他 這邊我們把出血的降防技能打開來 大家可以看到即使是輔助角的法術攻擊 在降低防禦後傷害居然也跟單體法差不多 真是太神奇了 這邊請大家做一件殘忍的事情 就是犧牲掉遜死 反正費用已經夠了 我試過如果撤退掉遜死 大包勃會突然停蹲在原地不動 會導致接下來我們無法順利下死鐵獸 時間差的問題 請在大包勃真的離開遜死那一個後 再把死鐵的時候放在他後面 不然有極高的機率會漏掉幽靈 當再次把降防技能打開來時 大包勃連走第二次都不用就直接被還死了 所以誰說一定要高薪才可以讓他不走第二次呢 消滅完大包勃後 請立即把傑哥撤退掉換成補師 千萬不要讓地靈小姐姐陣亡 基本上這一關就穩過了 剩下一些小細節而已 大家一起看到最後面哦 記得在左邊兩隻弩攻手往上走的時候 把子彈撤退掉 可以迅速把阿芬補在這一格吸引弩攻手的注意力 這樣死度滑的才不會死掉哦 右邊敵人會被地靈加死鐵獸擊飛又緩速 慘不忍睹 所以完全不用擔心 以上就是GT6不用慕斯 不用小火龍 更不用規規的打法 希望有幫助到大家 沒有初學或傑哥 請把他們兩個換成群體法師或單體法就好了 還不快把這新一代的緩速迫害陣容 分享給所有還沒過GT6 或是刷速才刷到煩的朋友們 那我們下部影片見囉 掰掰 吃ดre哦 吃上昆